香港的士服務經常受到批評 而業界對網約車的存在非常抗拒 立法會最近通過實行的士司機扣分制 更引起司機的不滿 而其中某些規定就被認為 難以執行 例如選客等 扣滿15分的司機會被停牌三個月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自時大報解 立法會通過了的士司機扣分制 司機當然很有意見 不過乘客是不是滿意呢 未必不知道 我們要跟嘉賓談談 今天我們嘉賓 香港的士商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王寶強主席 你好 程先生 你好 王主席 可能沒見 後都沒見 是的 這個扣分制之前 因為我們很多業界朋友都上來 觀眾搞不清楚哪個會打哪個會 現在香港的士商會即營貴會 是車主 還是既然有個商字應該是車主 不是司機的工會 我們香港的士商會 香港的士商會 有80%都是單頭車 車主 兼司機 大部分的車都是車主 自己駕駛一間 請另外一間人 是 所以我們是車主才進入我們的會 另外那20%是否其他都可以 其他20%有些是打理人的車 有一小部分是車行的車 因為車行的車 是比司機駕駛的 那些司機 都喜歡進入我們香港的士商會 以及電車服務接程 即是接訂單服務 我們的風暴好 所以都吸引一些車行的車 加入他們的會 因為司機喜歡 那些司機喜歡 現在這個扣分制 就似乎肯定不喜歡 是的 你幫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不是行內 就不知道 很多人以為這個扣分制是新東西 其實不是的 其實本身都有 你解釋一下給我們聽 其實的士司機扣分和法則是有的 你說好像拒罪 藍收車子 官繞麥錶 兜客 兜路 那些一向都有 即是現在新制度扣十分的 以前都有嗎 以前也有的 但是現在有雙重扣分制 那些司機 怎麼叫雙重 對 怎麼叫雙重 已經有了 他現在又製造了一條出來 說什麼扣分 其實我們對那些不守規矩的司機 我們都很生氣 所以有時候外出看到那些車 都脫本了 嚴懲的 黑的 那些黑的就是這樣的 我們跟運輸署 跟警方都合作很多 尤其是在山頂廣場的的士站 還有花園道的藍車站 是有一小撮人在那裡 我們普通的車進去 目標收費的都會受到管擾 過去疫情之前 過去的時候 我們每年都有 例貿大事的大學生幫忙宣傳 我們就排出委員去幫忙宣傳 但是我們去到山車藍車站 那些幫忙宣傳的禮貿大事 往往都受到管擾 以及我們的委員都被人恐嚇 我們也曾經報告案 警察也知道那些黑的 是藍手車資 例如在山頂去金鐘跌跌站 收人三百元 其實我們在山頂廣場 我都落到金鐘是六七十元錶 那我跟運輸處都拍照 給警察去捕 但是我與警察都人手少 而且你一組警察只有十多人 你捕了他一次 第二次他認得你了 這樣就不上檔了 那我以法例 就是要警察執法是有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經常都要放射 你坐上車 收了錢 拿了一張銀子 做呈堂證物 這樣才有成罪 好了 成罪之後 那個法官就輕判 那他整組人有十多人 有個頭 他們又學精了 那個去跟他抖下那個人 就收了錢 司機就沒有收錢 所以警察執法是十分之困難 那現在雙重扣分制是否 即是既然前面 前面又要放射 會罰 但是那個也是扣分的 是不是 前面 他前面就不需要 不叫作扣分 不叫作扣分 叫作犯規 叫作犯法 法官有權騰入牌的 但是那個法官就 只是發錢 發幾千元 那他那組人 就大家分擔 當作生意的成本 這樣 警察有時都很氣餒 使得很多人去抓他回來 到上法庭 又輕判 現在他做的例子 就所謂扣分 比如那個法官扣是難收的 即是不能輕判 他不是 那個法官是輕判 但是運輸處會扣分 你剛才說了 那些行家 就是被黑的做壞規矩 沒有人 市民也沒有人 香港形象也受損 對吧 這個 所以這個是很麻煩的問題 要處理 好了 但是現在要扣分制 會不會是本來要針對這些黑的 不過現在是會針對我們正當的行家 是否因為這件事 大家都是不高興 因為我們的的士司機行業是有四萬多人的 但是真的駕駛車 真的 當間的沒有這麼多 一萬多人 四萬多人 即是當間的 即不是說浪起的車那些 浪起的車那些 現在有三百多架車 是沒有人去的 劏了那一段時間是冷氣的 我們司機不夠 有些司機一個人駕駛兩輛 好像我 我接下來那個星期 我每天都要駕駛十二個小時 嘩 大家來試過很危險 辛苦 不是的 我們年紀大 變成駕駛車他們會小心點 而且不會像是避免的 拔命飛 我們兩輛車加起來 都是走兩百多公里 有些做八折的 或者是避免的 可能一輛已經走三百多公里 那這些人才令你危險 因為他拔命了 那我的車是我的 是單條車司機我自己的車 你自己親身 親身又親車 親身又親車 是的 是的 變成了我們有很多東西 都是很滿善 為什麼是這樣寫到我們沒有年輕的司機遊行呢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都是只是我們的老人家 年紀偏大 退隇由65歲 沒有人駕駛的士 他就很他條 不會說拔命 有些年紀輕的 所以讓家就拔命了 因為的士司機 比其他運輸行業的司機 薪酬低很多 駕駛司機車又兩萬八 駕駛巴士 駕駛巴士也有 前一陣子兩萬六 現在他貼出來的廣告 就說兩萬八了 還要營身掌 安全掌等各樣 那他加起上來 駕駛巴士可能有三萬元 那他還有很多福利 強積金 商量 的士什麼都沒有 自顧 自顧人節 所以 何駭堯議員 在立法局那裡說 就說 的士司機收入偏低了 那 運輸署 現在一落 給他四十元 使得士司機收入 又三萬元 何議員這樣說 其實我們每次申請 運輸署都少了 明白 我們上次申請三十元 他說減了三元 二十七元 你加兩毫 他說減了一毫 只是調票加一毫 其實有很多官方 處方是不明白的 你說你請人 你讓他大排檔夥議的人 說他沒有要求有五星級的服務 沒錯 即是我覺得 如果的士司機有四個人 現在有試口 你只得兩萬多元 就屬於貧窮線 沒錯 上下的了 那為甚麼 為甚麼其他年輕司機 你說如果最年輕的 我可以做建築工人 我可以駕巴士 我能開貨車 包括運貨 其近ível customer 호등 那ja有三萬多次買 所以年輕的司機 都都參加那邊 甚至 政府打擊Uber是不力的 那些白牌車 警察想入罪 又說那間是美國公司 在荷蘭註冊 我們警方很難去執法 其實我們很氣憤 為何一間美國公司 在荷蘭註冊 在荷蘭收錢 收信用卡的錢 在香港做生意 不需要商業頂記 不需要稀罕納稅 他賺錢要納稅 他在Uber那裡 他說有三萬個司機 那你做多少錢生意 你有沒有報過稅 有沒有專手香港的法例 你說我們乘客 或者司機的資料收錢 信用卡的東西 是要經過Uber 那港版國安法 有沒有觸犯了我們港版國安法 這個人比較思考 美國人都經常說 我們華為有什麼 什麼什麼 為何香港會這麼軟弱 為何官員不做事 澳門政府把烏華管走 把的士納入證圖 澳門的的士司機 很修改 因為他們的刑犯都很重 我們正當的司機 就說如果他真的做欺欺欺欺 抓到他 就罰他三四萬元 罰他三千元 罰他三千元 就當成本 沒錯 就這樣 就是 黑的就不能說了 但是現在這麼多的因素 就是你提到的幾個因素 例如網約車 是的 政府的申請加價 又打折扣 是的 年紀輕又不入行等等 他無法收入 種種因素 都影響著這個行業 是的 如果要你選一個 就是最重要 除了扣分制之外 最重要是哪一種 那樣做了之後 可能其他都會解決 先喝杯茶 回來聽你說 好 歡迎繼續收看 時事大播解 我們今天嘉賓 香港的士商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 黃寶強主席 黃主席 程先生你好 喝茶前我們說 幾個因素都影響 今天給人印象就是 這個行業都很難捱 這麼多障礙 這麼多矛盾 是吧 好了 除了扣分制之外 這個網約車 入行的人少 政府又不讓你大幅度加價 哪一種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網約白牌車 因為Uber 最大的就是Uber 是美國公司 荷蘭註冊 就說了 他所謂都有Uber的士 不過很少 例如說 在Uber叫車來 不是的士 也不是有營業牌的私家車 是普通的人自己買一輛車 甚至有些用公司車 用老闆的車 老闆車 去接的 也有一個例子 不過在時間少 不要長 即是老闆正在開會 車在等老闆 不是的 他送了老闆去飛機場 老闆上了飛機 然後接班 轉回來 接班來那個 就是老闆的朋友 穿了煲 炒油 也有的 這些車 你說起這件事 我看你報紙評論這個扣分制 有些網民就說 罰你三個月 那你就去 駕Uber 駕網約車 說是這麼說 是的 真的 我知道 那道理在哪裏 就是 我們現在說它犯法 不合法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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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做個司機來說 那又方便 又不用拿牌 又不用那麼多限制 又不用這樣那樣 可以收費又多些 為什麼我不去虧 這件事 你很難去禁 是嗎 是 這些就是 香港政府 和警察 是有沒有決心的 那你容許犯法的事情 在香港發生 那容許 在廣告上說 它有三萬個 那些車去接 它有全香港的的士 加起來是 一萬八千一百六十三架 何來三萬架呢 那它的三萬架 不單是搶了我們的長途生意 好生意 又搶了我們的司機 政府在前兩年 就說警察一年捕了三十六個 一天有三萬個 司機捕了三十六個 那些司機又說 什麼時候捕到我 不幸運 36個而已 四十一年 所以對我們的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現在 第一就是說 要打擊那些 黑的 不要宣慮我們的士司機的名譽 因為 不是那一百幾十個 那些黑的 可以代表我們四萬幾個人 你說 一萬八千 一百六十三架車 每一架車 扣警察 只有十幾個人 你捕他 他拍了你的照片 就認得你 下次他就不能上當了 所以警察執法是困難的 現在又扣分制了 司機 那些行家就覺得很不滿 變得好像 我控工手法 你要針對我 好了 現在又要扣分法 會不會令到 本來入行人少的情況 更加會 哇 我還要沒有這些風險 被人扣分 我去查網約銷 都沒有人扣我分 會不會做更大的威脅 會不會 對 還有一件 我們的士機的成本 都很高 那些本公司 那些保險費 沒有交通意外 有NCD 都是三萬元 兩萬八至三萬五 當你報了之後 一次 可能去到五萬 那 就算我們 不是我們的的士司機坐 我騰了紅綠燈 那些送外賣的那些電單車 騎手 騎手 撞到你的車 躺下受傷入院 那你就要報案 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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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三年之後 保險公司 都不會自動降分 保險 即是不會洗清白的 是嗎 不是啊 我有輛車 它停在紅綠燈 有一個人撞車 警察 警察就雙方面都不告 那那個撞到我們的車 那個人 告馬路那個人 他有一支內 自己不對 那就沒有索償 但是三年之後 原本我的車是兩萬七元 第一年 四萬六 今年是第四年 都四萬一 我覺得保險公司 是 工作 都是濫收我們 保險費的 使得我們的司機和車主 都很困難 還有一個小問題 從乘客角度 尤其是那些人拿來跟國內相比 國內現在到處都不用大現金出街 就是說 那你司機 當然說黑的 影響我們的生意 說有沒有禮貌 什麼什麼 就是說黑的那些 又不可以用八達通 又不可以什麼什麼 我也很想問就是 我們是否 因為我們是單頭車 為主 所以我們很難去辦 就是做這個 用八達通 是否比較難 不是 我在很多年前 我和運輸處長李小姐談過 我說為什麼不可以 好像深圳 好像澳門一樣 用電子麥克風 電子麥克風很難出過 沒錯 那你的司機 你上車 你有個司機靜 因為電子麥克風連著政府的資料庫 那他一刀 那個司機證 或者你按你的名字下去 那上面就告訴那個收費表 這個司機不合格 是扣分的 停了牌 那他就不能上班了 那如果他是合格的司機 那他這段時間 這個開車就是他的 那那個電子麥克風 又可以收任何的上用卡 八達通都可以 那有一件事 我和八達通公司都談了十年了 十年了 對 那他八達通就要收我們的司機 的附加費 就是手續費 那有很多 就好像叫外賣要扣錢 那樣 那他要扣我們錢 譬如你儲27元錶 那你用八達通 那一百元呢 他可能收兩三元的手續費 即百分之三 那上用卡也是 就是啦 你去賣東西 那這些費用 就要司機承擔 那變了很多司機 就很不願意用八達通 或者用上用卡 那現在WeChat 和支付寶 是沒有的 那如果政府是進取一點的 我和八達通提了很多意見 其實監管司機 你立法 一會用電子麥錶 那司機上車就得到他 合格司機就可以開工了 你收工你就登出 是不是 那這樣 還有那些錢 就是那些車費 又不用過手 有沒有什麼安全問題 直接到司機的戶口那裡 那他就好像八達通 八達通是不能用的 就是你收了車費 你是不可以去入油 不可以去買東西的 你把這筆錢 在你那個收費那裡傳到你的銀行戶口 等他收了收續費 你可以傳回來 這樣才能用得 那這些那麼多問題 政府要解決的 就不是說扣我們去解決 我希望政府真的認真地說這件事 現在有一間公司 是有一個自訂收費表的 那間公司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就說用者致付 收續費 他是跟用那個人收的 譬如上家公司 他要收30元 半至30元 或者半至3元 那都是他整天付 不過司機 收錶的錢 就全部收了是司機 不用司機說 自己付服務費 就是八達通 我認為這個問題 很多市民都不明白 所以聽說主席你這樣說 大家知道 其實這些工夫 更加制度化 電子化 我認為一舉幾得 你又沒有安全問題 你打劫都不能劫 沒有現金 你亦都省卻那些說 內地來到 沒有香港人物 沒有港幣之類 一舉既得 對乘客 對安全 對警察 對司機 都是有好處 不是 應該電子麥錶 或者電子收費 應該更加方便 我自己有些檢查 我又支付寶 但是乘客來 他不能用 因為他沒有香港的戶口 他是人民幣的戶口 變成我肯收他 V-check也好 支付寶也好 是收不到錢的 明白 等於我們香港人 去到內地 用支付寶 你要用內地的支付寶 不可以用香港的支付寶 要用道理 是的 我看到很多次 他說沒有錢 他的支付寶 或者迷信 付不了錢 算了 幾十元 算了 當我請你坐車 唯有這樣 說回扣分制 有沒有時間不多 最後一個問題 政府現在立法之後 立例之後 要九個月之後才執行 當然司機最好會不執行 但是 為何要九個月的時間 會有甚麼事 這些應該要問一下 運輸市長 不是我 因為執法局是他和警察 其實立了例 立法局通告 你要立即執行 不用等到九月 為何要等到九月 我覺得他是有問題的 對於正當的司機 是影響不大 不過聲譽不好 他有百多個司機 是可以做的 我們有四萬個司機 不是的 我們奉勿態度很好 我們收拾東西 又給人 其實電子咪 是可以的 他在哪兒上車 在哪兒上車 警察在雲端拿下來 就可以了 所以政府應該 是完善一些事情的 不要說扣我們自己 拿錢 我們自己現在 裝那隻錶 那個電子咪錶 是要付錢的 沒錯 所以觀眾看完之後 這個節目 你可以多一點 對的司行業的了解 以及多一點的諒解 好了 時間到了 多謝王主席和我們聊天 多謝程先生 給我機會 我順利解釋 時事大播解 下回分解 二位 麵